八存修塞其意志和老战一起练 你觉得他哪些方面能够得到提升呢 心理意志方面能够得到提升 你比如说当年那个杰尔史密斯 他在跟勒布朗·张姆斯当队友之前 那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一个浪荡人士 那你看到了张姆斯身边之后 立马不就改写归账了吗 后来他去上了大学 读了一个高尔夫专业 好像是 立马成为社会经营人士了 由里到外 基本是内外兼修 看起来凡然一心了 还有那个鸟然得神 你看再找那会儿 他不也是被受外界的诟病 自己还有一些不良的恶习 但是在热火队跟张姆斯当了队友之后呢 当时也是焕发新生了 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以及生命 这种难得的感悟了 然后到现在呢 人家也成为一个人生赢家了 花花绿绿的那种纹身依旧在 但是呢 那种沙马特的造型 早就已经退去了 就是理个平头 也没有那么张扬了 八岁磊啊 他之前不身相过抑郁吗 那你要是跟张姆斯混战成长了 张姆斯天性乐观 所以八岁磊磊磊呢 抑郁情绪就会得到改善 让自己心里坚弱拍死 这样一来才能够面对 各种复杂的比赛场合啊 自己能够以一个更加良好 和坚定的心态去应对 他主要提高这点 每个人都会出现了 我来个人的感觉 这个音乐比赛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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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